好我们刚刚讲到说 怎么呢都是不想跟他做朋友 而且呢还在仇视中国大陆 来看看谁 这个是博恩 这个是YouTuber 在1月16号的时候 他有讲说 大家都不吃莱猪嘛 那我们把莱猪做成的肉酥 卖给大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底下的人哈哈哈哈 笑成一堆啊 这有这么好笑吗 那果然啊 那国台办的发言人 朱凤莲就说 大陆严禁台湾地区的 肉类产品输入 还说啊 近期已经加大了查验力度 从台湾入境大陆的行李呢 查获一些肉 还有些制品都要来研查了 那当然此举呢 就造成了大陆网友呢 7000多位的陆网友认同 结果发起了举报台湾的 这些相关肉制产品的活动 害得呢 这个电商两小时内 下架的相关产品 遭到下架 你看台湾好吃的肉产品 都被下架了 结果网友就说 哇你这个博恩真的是立功了 难道有官位可以做吗 博恩你知道吗 大家都还记得吧 他当时的时候 在选举的时候呢 他邀请了这个蔡英文 还有韩国瑜上节目 结果收费不一样啊 韩国瑜是31.5万 蔡英文是13.1万 相差了18.4万 这还是因为监察院 公布了总统大选的明细 才知道了 原来这都有收质啦 并不是所谓的 都是收好的吗 博恩说 不是因为政治的取向 所以让蔡英文比较便宜 但是老师你怎么看 就是呢他乱讲话 结果呢这个玩笑也不好笑 就害惨了台湾这些加工业 博恩在他这一次里面 他觉得他是开玩笑 所以他后面讲完了以后 他说哎呦你们怎么心那么坏 他后面还带这些话 可是我觉得玩笑要开适当 这害惨别人 那个玩笑就是好玩笑 可是玩笑如果开的不适当 那就不是一个好的玩笑 你把大家都不想吃的莱猪 你说我们台湾人都不吃 所以我们卖给大陆人 我觉得这个玩笑不能这样开 因为他虽然他后面他有解释 哎呀不要啦不会这样啦什么 可是问题是你一开始你就这样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玩笑 有歧视性的 有调性的有攻击性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把我们台湾的猪肉商害惨了 因为我们台湾的肉品加工厂 它原本虽然它有用的是台湾猪 可是他也有用的是进口猪 可是那些猪都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 所以是非常干净的 也就是没有堵的猪 没有堵的猪 所以他按照正常的方式 加工完以后把它卖到大陆去 而且卖得还不错 因为口碑评价都还不错 那口碑评价都不错 所以他能够继续地把生意这样做下来 他在台湾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 也就是他的工厂 那么有好多人有就业 他的家庭就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民进党一定要把这个含毒的猪肉进来 然后现在造成 而且还不准标示 那现在造成了 大家都不知道 我这个肉品加工的肉 到底有毒还是没毒 没有人知道 那没有人知道的情形怎么办 我们在台湾用的也心惊胆跳 然后大陆人用的也心惊胆跳 所以当记者问到这个发言人说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肉品 因为已经有人说在电视节目说 台湾人不吃就把卖到大陆 那对于他来讲 他的回应当然就是说 那我们一定严格把关 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一定是针对于 这个博恩的议员 而是针对于这件事 也就是说之后由于台湾的肉品都没有标志 而已经可以进口了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些肉加工过以后有毒 所以对于大陆来讲 他们是不准莱克多巴胺进口的 他们是不准的 那既然是不准 所以你台湾的肉制品 特别是猪肉制品 你现在要进入中国大陆的话 那他要检验了 那要不就是你自己提供检验 要不就是他要检验 可是坦白说我们担心的地方在哪里 检验的时候要时间了 你的肉品如果在海关你要排队等检验 那你的肉品能够等那么久吗 而且他的时效性会不会出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自己的决定 他不跟台湾的民众沟通 他也不跟在野党沟通 他也不跟台湾的专家沟通 说我今天不得不被美国人压得我受不了了 所以我一定要进口这个莱克多巴胺 但是我们把它标志 我据理力争 说你在美国可以这样标 那我在台湾 我也应该比照你美国可以这样标 可是他没有他全部缴械 他全部投降 他还说他是最会谈判的人 但是我看不出 在整个莱猪进口这个过程中 有哪一个地方展现他的谈判功力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谈判功力 而且坦白说 比你能够想象的人类 人类有还没战就投降到这个程度的 这个大概可能是第一例吧 那这样的情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两岸之间如果发生什么还没打 那会不会也是第一时间就全部都谈完了 然后飞机坐一坐就走了 双南机场飞一飞就飞走了 而且还给他礼遇 就是目送 那台湾的军民可能在那边 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架飞机就叫目送走了 我们不晓得了 我们都不晓得 但是坦白说 如果说就莱克多巴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谈成这个结果 我们无法理解 这个人是叫做谈判高手 如果谈判高手是这样界定的话 那我们 我旁边的这三位 那简直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随便都比蔡英文好上一百倍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博恩尤其是名嘴 还有就是网红 有时候开玩笑 说话要负责任 那个要底线要守得住 是啊 所以现在呢 你知道刚刚有看到好多的网友 在聊天室里面说 那业者可以向他求偿 对啊 害惨大家 而且还不死一个人这样说 好 Shirley刘谢谢你 写的斗内 然后说有你们真好 有真相有监督新闻台 只看中天感谢 也谢谢 现在我们已经到 两万三的线上收看了 好 当然你知道吗 其实博恩的一句话 虽然那可能是他想要 制造的笑梗 可是呢 却引起了这样的轩然大波 甚至还会殃及到很多的业者 所以我今天才说 真的有很多的台商 或甚至是很多啊 这个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们啊 根本笑不出来 很想哭 你知道刚刚我有个台商朋友 他人呢在大陆 他们好喜欢吃台湾的肉制品 不是 他本来都习惯吃泡面 那那个泡面现在也会买不到 对 因为肉燥面 你知道还有炸酱面 然后他本来想要去补库存 他想说赶快趁现在 说不定还有时间 没有想到人家动作很快 下降了 他说他买不到了 对 他买不到了 就这样几分钟 就这样买不到了 那对于业者来讲 你知道这核情 何尝多大的损失 而且你不要忘了哦 不仅是在大陆 你可能会被挡 你不要下架 那香港呢 澳门呢 他们会看大陆啊 所以那会不会有一个 骨牌效应呢 不得不防耶 可是防得了吗 很多的餐厅到港澳 去开连锁店 对啊 用不到台湾的东西怎么办 对啊 包水轿的 你看的啊 对啊 我真的我就会想到 好 但话说回来 我们的官员有讲话 当然这重点是这个啦 说 哎 台湾的生鲜猪肉 没有销到大陆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应该不够成什么问题啊 但是有加工制品 有销大陆啊 对啊 我们没有在讲 生鲜猪肉了 对啊 我们在讲的是 加工食品啊 等一下 博恩就讲说 是肉松了 结果他跟你扯说 生鲜没有卖到大陆 他又在乱讲话 他是故意又歪隆 歪隆 故意的啊 对啊 那还有香港啊 澳门啊 你看哦 这边其实因为 我们时间很有限啊 人家的外销量加一加 就快九成了啦 是啦 加工商品都在这里 都有数据可考 中和大陆有加工啦 那港澳的是有一些 生鲜的猪肉有啦 你以为加起来就是88啦 那港澳不算中国大陆吗 如果是真的要进的话 港澳受影响也担心啦 对啊 所以韩兵你看怎么办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的农委会 就是故意要粉饰太平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想起来去年自由时报 哇 好高兴的 讲一个新闻 我们去年外销猪肉成长23倍 哇 讲起来好精彩 那是因为前年跟我没卖 那很简单 因为之前我们被禁嘛 不是去年才拔针了吗 所以呢你当然会成长 不是废话 那现在很简单 我们现在主要销的是港澳 对 其实你看喔 说跟我们友好 日本占差不多一成而已 可能还不到 是啊 那你以为 如果台湾真的有这些 萊豬的阴影的话 你以为日本会想进吗 也怕喔 你以为日本就不会怕吗 他们也看啊 而且他要买萊豬 他直接跟美国买的话 干嘛跟你台湾买 他有毛病吗